你都没关系 熊儿 我对不起清久 我一直都躲着她对我的感情 直到今天 她牺牲了 我都没让她高兴过一回 你自作聪明的计策 巴洛还是没有上当 阁下 属下本打算一网打尽 不料 你常常就是自作聪明 对付这些土巴洛 不要有这么多的迂回政策 猫爪老鼠的确很好玩 但是 帝国的耐心也是有限度的 我现在要把他们斩尽杀绝 是这样明白 你巴洛的尸体还在警示旁吗 是的 不过 他现在对我们已经没有作用了 属下马上派人 把他扔到野地里去 不 拉到城门口势众三天 让中国的老百姓看看 这就是反对帝国的下场 怎么样 到处都填满了告示 李生为他们放在了东边的城门口 事中三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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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我去爸睡过会 不 等天黑 天黑在心头 看守还剩那四个人 每个人都瞄准自己的目标 下手要快 得手赶快离开 是 秀文 看你的了 瞧好吧 怎么来 是誰? 東亚病院的橋本先生 橋本先生? 這個城堂出了嗎? 只要我現在的命令 小泉大三是警察士等 沒有病院所以 我快要去看看 先生,辛苦了 那麼,你會嗎? 是 好,易地 好吧 謝謝 好想吃 但是我會吃 一個君子 群馬 在這兒 你這樣 老婆 我怎麼想吃 请就 我带你回家 请就 请就 队长 带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林医生 还能好妹子 新娘 俺对不住你 你是为了救俺才牺牲的 新娘这一辈子也不会忘了你的好妹子了 新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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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respondent ひinated 靠近 hundred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不需要你忘记过去 我只想要一个完整的五中医 我知道你心里有我 我真的很高兴 他们都走了 就剩咱们俩了 有好多话憋在我心里头 一直憋着 现在我可以敞开跟你说了 清久 我一直不敢承认喜欢你 我不敢 因为我怕了 我不想再承受世纪爱人的痛苦 你走了 我反倒不怕了 没有什么再让我害怕的 你对我说过的话我都记着呢 我都记着 谢谢你 谢谢你给了我这么美好的情感 我会记住 记忆一生一世 能原谅我吗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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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不敢承认我喜欢你 对不起 对不起 李清久 我喜欢你 我从来都没有抱过你 我从来都没有抱过你 清久 清久 我想要抱抱你 我想要抱抱你 四个卫兵都是被刀捅死的 附近的巡逻队也没有听到声响 连尸体也要抢走 对不起 这属下没有不空好 我们和这些土八路较量已经不是一两次了 不能再让他们牵着我们的鼻子走 不能再让他们打乱我们的整体战斗部署 帝国的目标是占领整个中国 我们现在肩负的任务是集结好所有的力量 随时准备清久八路的根据地 我们不能再被小规模事件牵制太多的群里 我们必须要保存帝国军队完整有效的力量 好好安葬我们的士兵 死在战场上的都是帝国的勇士 属下明白 他们连尸体也抢走 这个女人真是阴魂不散啊 她到底是什么人 是 吴大哥 你怎么会在这儿 没回矿呢 我 我在等你回来 什么事 吴大哥 我姐没了 往后你就是我姐夫 是我哥 不管将来你娶了谁家的姑娘 你永远都是我姐夫 是我亲哥 我会听姐姐的话 好好活着 你也一样 姐夫 我姐的仇得报 鬼子也得打 可你是八路军的对照 你得为大举着想 你不能为了给姐姐报仇 连自己的生死都不顾了吗 姐夫 答应我 答应 你不认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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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有病啊 你看哪干啥 没没没啥没啥 那个大亏 你小伯定 我刚才出去刷了一圈 我说实话啊 我这里觉得我们这个行李据点 要比我们之前的一个倉库 好太多了 你都不晓得 外天多好耍 太年轻了 队长说了 这叫灯下黑 鬼子怎么着也想不到 怎么敢在周震弄这么个据点 说实话啊 我觉得这个武队长呢 比我小四川 还是要聪明些 但是他一直都问派人物 我都显得发黄了 你看到没有 他今天一早晨又出去了 是啊 天天往李医生分手跑 难道不知道他想啥呢 你们之前都送过帕斯 不敢去打赏 刚才显得显然下来了 我整天还陪着该煮啥子了 你们已经摸我队长过你上趟了吗 你们已经摸我队长过你上趟了吗 你说副队长 他不得一直怎么去哦 副队长回来了 队长队长 副队长 我们要为人找一个鬼子里跑了 去队安一下 给你一身保证 开会 开会 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 副队长 你高快给打个人玩来走不住吗 要不然他送 你越来越想过阴影门 对啊 你哪儿没那么说啊 你行验大鬼子 怎么练 他刚才远子里送 他一直这么收练 学长 你只要让俺打鬼子 这小子说完把奶说这种王八蛋 难都愿意 你们听着 这次的任务比打鬼子更重要 队长 快说啥任务 收粮的时候到了 按照惯例 小鬼子会督促各个区的汉奸出面 抢收老百姓的粮食 他们号称是战略储备 实际上 就是从老百姓嘴里夺粮 打压我们八路军的生存空间 我们要做的 就是破坏小鬼子的收粮计划 今天 把诸位叫到这里来 是为了收粮的事 千天可笑 这种事我们已经安排好了 按照往年的惯例 不 今年不按照往年的惯例 那 那不按惯例 那您有什么新的章程啊 在往年的基础上 多加五成 这 五成 不是 这 这使不得呀 千天可笑 这往年搜粮食搜的老百姓 早不光光的了 要是再加收五成 那 那会饿死人的呀 你们中国的老百姓 都有粮食接济八路 这说明粮食多余的 多加五成 死不了人 这商量好的数量 您可不能变哪 要是真加五成 那就要出大事啊 你就告诉我一件事 多加五成的事 办不办得到 这个 手下无聊 这个 真的不好办呀 五大哥 我觉得你说得特别有道理 不过咱们怎么破坏 鬼子的收粮计划 那是十里八乡大范围的收费 我们就这么点人 就算拼掉鬼子几个小队 那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杀一敬拜 你们几个 是不是也告诉我 办不到 太军 办得到 办得到 中国的老百姓全靠太军保护 给太军交粮 那是天经地义的事 再说他们少吃几口 那有什么关系呢 黄军真的是为了收粮吗 不是 那是黄军为了打压八路军 的战略计划 是不是 办得到 没问题 你叫什么 俺叫鱼忠 鱼就是多鱼的鱼 忠就是忠于太军的忠 我鱼忠就是忠于太军 忠于前田阁下 我就拼了这个一百多斤 我豁出去了 有些 有人说办得到 你们几个 是不是还要跟我说 办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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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陈桑呢 太军 属下一定尽力效忠黄军 这次收粮的事儿就由余桑负责 你们对黄军的忠诚程度 可不如他呀 死在哪儿啊 看什么看 看什么看 告诉你们 别嫌自己命长没事找事 我们都什么人 我们都是黄军船上的主啊 有退路吗 没有 小心一步留神一屁股掉水里 淹死呛死你们 有这瞎琢磨的功夫啊 想想怎么交粮吧 行鱼的 你猪鼻子插大葱里装什么像啊 就你逞能啊 你要能收 你找一皇大帝收去啊 哎 信陈的 你别以为你是太军跟前的红人 你就可以这样 我告诉你 你收不到粮 照样滚蛋 别忘了 刚才黄军怎么说的 这回收粮的负责人是我 余忠 离 什么啊 离 离机 离机 这个负责收粮的人 叫余忠 对 要不是他跳出来 日本人这次征收粮食 想加收五成的事 根本就成不了 我们那些人都反对了 他这一跳出来 我们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鬼子要加五成 这个余忠不知道有多少 揣在自己口袋 今天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 余忠这个王八蛋 他就是吃剩饭长大的 净出馊主意 这家伙利益欣欣欣 一心在鬼子面前表现啊 根本就不顾百姓的死活 我看 这小子是什么坏事都能干出来 这种人连国都敢卖 老百姓的死活 哪里会放在他心上 陈长官 陈长官 我这可不是说你啊 你现在也是抗日力量的一部分 只要你真心抗日 我们会还你一个好名声 但是千万不能三心二意啊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也觉得我以前那个自己啊 太博士东西了 多亏了你啊 五兄弟 我才知道怎么堂堂正正地做人 陈长官 你要明白 心里有光明 才会向往光明 是是是 我明白 想想真是惭愧啊 要不是遇上你们 今天我就是那个愚忠 这次我们 一定要拿这个愚忠开刀 今天请大家来 是要宣布 这几天就要交粮食了 给黄军交的粮食 你们要尽早上交才是 惹黄军生了气 我们就难办了 我们难办了 你们也就不好过了 是不是 今年收成好 既然收成好了 那你们就得提取黄军的辛苦 黄军说了 今年要在去年的基础上 再加成八成 八成 那你让不让人活了 长官 往年都是这么收 为啥今年就加了 你一下子加这么多 让不让我们活了 今年不是拔路闹得凶吗 既然拔路闹得凶 那黄军就干脆多收点 免得有些人粮食多了 拿去救济拔路 长官 俺们这些穷老百姓 一年到头交那么点粮食 这交了碎又交了足 自个儿吃都不够 你们这不是把门往绝路上逼吗 对不对 相信们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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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意思是不打算交 不交 谁也交谁交 反正还不交 你 过来 干嘛 干嘛干不去 干嘛 你们这是干嘛 你们 都干啥 我就想让大家看看 跟黄军作对 会是个什么下场 长官 真的是交不出来啊 长官 俺又是交了 俺老婆孩子都得喝西北风啊 长官啊 求求你了 俺交不出来啊 长官 我今天 就让你来个痛快的 免得你做饿死鬼 快 快 求 现在服软 晚了 男亲们 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 我是真不想这么干 可是 要是跟黄军作对 死他就不止他一个了 我今天这么做 是救你们大家的命 你们明白吗 现在汉奸们四处围获 四处宣传鬼子争凉的事 最低的地方加五六场 最高的地方加到八场 凡是有反对的人 他们就下毒手害死 免得在争凉的时候 出现有人带头反抗的事 根据弟已经知道了 这边的情况 那首长怎么指示 首长已经通知了 潜伏在敌战区的 第2档同志们 让他们发动群众统一口径 就说是土匪 把粮食给抢走了 给小鬼子来个死务对证 那咱们怎么做 杀几个为祸最深的汉奸 震慑其他汉奸 队长 杀汉奸他们最拿手了 你说杀谁打杀 就是 汉奸就是干事 就杀那个领头的 于忠 你们这是要干啥呀 听说你鼓动村民抗拒交粮 那没有 我们这份活呢本来就不容易 哪个村都有几个刺头 要不就先把这些个刺头给收拾了 那我们以后怎么办事是不是 那真没有 有没有不是你说了算 快 你们干吗 不是 啰嗦 那真没有 老头你不能冤枉好人哪 爹 咋了 爹 快跑啊 快跑啊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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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马就是好烈性啊 爹就好这个 我交粮 我今天就把粮的都交上 老总 你放过来 闺女吧 这粮的不用你交了 爹替你交 就当是给你们家的聘礼了 不行啊 爹不行啊 求你放过来闺女 我求你了爹 你放过我闺女 你爹会亏待她吗 实话告诉你 求你了 爹正好接一房小妾 等过几天爹大摆宴席 明媒正娶怎么样 你女儿长这么水灵 以后跟着我那 就吃香的喝辣的进夫窝了 爹 爹 你还小 求求你求你放过她 你给我要啥都行 我就让你给我做老丈人 这 可别不识抬举 哭着喊着要嫁进我们 一家人多了去了 带走 不行啊 老总 你放开我 放开我 怎么还认着呢 怎么这么对待我老丈人 上去 老总 老总我求你了 你别起开 老婆 我告诉你啊 敬酒我可是给了 你要是不喝心不休 我把你女儿睡了 咱们打摇子里去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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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恭喜 谢谢 恭喜 恭喜 谢谢 谢谢 您的名字 不好意思啊各位 非常时期啊 刘老板 谢谢 恭喜 恭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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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恭喜 谢谢 不好意思啊各位 非常时期啊 谢谢 谢谢 队长 这事简单的 男一枪崩了他 你是不是傻 酒楼里面好几个汉奸 你在门口把他崩了 那几个汉奸不都跑了 许武文说得对 不能在门口动手 that 咱也进不去啊 你看看 这小子激情得很 还派委军搜身 你能把枪带进去啊 我就搜了 把队伍队都活出来 把这个结论给歪了 到时候海贼也堵到去 危惧也杀了 这是成礼 一旦打起来 那小鬼子立刻就能赶到 小伙儿 咱们俩啊 一起进酒楼 行啊 队长 那跟你进去 你在外面把风 一旦有鬼子赶过来 想办法拖住他们 怎么回来 你饿不饿 我得给他捏啊 祝弟弟 既未必 河阳进去也自得活得啊 表情要怎么一宿无聊啊 吴海贼那肉啊 去 买点酱牛肉去 不好意思啊 各位 非常喜庆 非常喜庆啊 收拾了 谢谢 谢谢 李长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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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于兄 恭喜恭喜啊 谢谢 谢谢 兄弟有点面生啊 田家村的呀 田有胜的女婿 田有胜啊 你老丈人死得可冤啊 不提了 不提了 咱不提这个 于兄 介绍一下 这是我兄弟姓杜 杜军 以后还请于兄多多提携啊 还请于大哥多多关照 一定一定 都是兄弟 快快快 屋里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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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心意 请相当 好好好 一点心意 一点心意 好好好 谢谢 谢谢 来来来 屋里座 雨天大大来了 坐这儿 坐这儿 听说 于兄 这个小妾是抢来的 千真万确 蒸凉的时候 把人家闺女给蒸了 你说她抢了人家闺女 翘翘都不就完了 她还打把宴席 还不是为了收钱 你不是宋贤来了 她现在在日本人哪 正得意着呢 有几个干不捧场的 真看见会捡便宜 你 你 封了几个啊 你至少也得十个大雅 不然了 小心她给你穿小衔 我就封了八个大雅 这可怎么办呢 现在呀 也来不及了 往后啊 小心点伺候着 或许还能挽回 便宜gefnymi 这个妮瑰也太强了吧 这真你 这真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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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瓜女子 老子给了些天眼前亲戚赐了 那太可笑 虫腿上 蛮蛮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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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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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她打过来吃一块 下腹狗 下腹狗肯定喜欢吃牛肉 我再帮他吃冷饭 不得吃闹 不得吃闹 刺着海的啊 再刺这碗 找给福特当饭 他要满过来 你说这都到饭点的 怎么还不开席啊 我这都饿了 不是 他就是为了收钱 你很想吃顿好的 啊 回家吃去吧 他不能这么扣门儿吧 那余家 那是出了名的眼光发毛 想在他手里捞点好处 门都没有 买酱药子 有香药子的酱药子 买酱药子 你吃牛肉的 酱药子 有香药子的酱药子 买酱药子的 买酱药子的 等会儿 哥 咱先买点酱药肉吧 这饭还不知道 什么时候能开呢 是啊 到饭点了 怎么还不开饭 看看 买酱药子的 自由开轨 有香药子的酱药子 全加一块多少钱 谁要给他呀 送上来吧 门口等开头了 独到鸡里送不上钱 你是不是傻呀 用绳子拽上来不就行了吗 有的 你有什么钱给我 你个兔崽子 爷吃你两块酱牛肉 还怕我赖账不成啊 小范 小范 接着 快点 醒醒开轨 好 开轨买完次 来 我尝尝 还真挺好吃 味儿还真不错 哥几个 尝尝 那多不好意思啊 接尝了就是饿 兄弟 给大伙分分 来来来 尝尝 你们这不知道啊 我哥这人哪 最豪气了 来 尝尝 好 谢谢你 谢谢你啊 都别客气 要吃就过来拿啊 及时到 要吃起来 鲲股 我吃上 喝一点 那我都吃了 你吃了 赶快点 一口 就吃了 你吃又吃了 every day 为你吃了 听我办法跟你说 我不开眼没关系 老天爷开眼 你 我打死人了 兄弟 你会哪条到上的 你刚才咋回厂子 我可是他军跟前的红人啊你 小心 赶紧收拾你 你说的太军是前田 你认识前田太军 那 那你还不赶紧吃下来 把我放了 怎么不早说呢 兄弟 他认识前田 怎么办 他认识前田 他认识前田哪 那哥 我听你的呀 你别什么事都听我的 都出这么大的事了 我听你的 兄弟 你说 那他既然认识前田 那咱就要钱不要命呗 要钱不要命 哥 听你的 我们要钱不要命 你老实点 不早说 怪谁呀 你也认识前田哪 来来来 这样 一会儿啊 你配合我们 就别再生事了 把我们送出去 那这 不就是要钱吗 那你别在我厂子呀 是不是 误会 纯属是误会 你 来 来 走走走 你 要怎么把枪放下呀 不 不想老子死都 都给我把枪放 放下 别动